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为大家拉送的是一首七言俱句 夏依 作 苏顺青 夜暖深深 夏喜期 石流开变 后远迷 树荫满地 日当务 梦觉流音 时一声 这首诗夏依 是北宋诗 苏顺青大创作的一首七言俱句 第一句他有一外感的叫做 《爷愿深深 夏殿行》 这个殿就是竹子头弹耳弹的一半 也是席子的意思 永生寂静的小院里面 躺在竹席上浑身清凉 然后穿透帘子看到石油花开的震燕 浓腻的树荫得断了水气 正是中午时分 一叫醒来耳边传来了 红音的断断学习的主唱 这首诗它很短 它主要写的是午睡 夏天的午睡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首小诗呢 除了为了符合这次我们颂读的下的主题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读到这首诗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 让我想起了我的童年 在我们江南小镇上 夏天的时候经常躺在青石板上 聊着不散 就是非常的心无旁骛 无忧无虑的那种地方 那我想我们都很幸运 都在加州的洛杉矶 夏天已经没有那种 像江南的很闷热很潮湿 汗出都出不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童年的这个 青石板上的这个回忆 已经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了 那就是我分享这首小诗的一个原因 但其实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从这首小诗里面感受到了 作者他对生活的那份热爱 那份简单那份聪明和淡定 而且我觉得这个和我们 西西学社的创办的这个宗旨是非常相近 就是因为我们初创的人都在 像丹丹啊小梦啊 还有Jason啊都在 因为这首诗是苏顺庆他创作在被皇帝 那种怀才不遇 那种愤世即熟的那种感觉 而是一种甜蜡 一种轻松一种自在 那只有对生活充满热情 我想他才会有一双 发现美好的眼睛 他会有这样灵动这样的风轻领带 所以我希望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们青青学社 氛围已经越来越想这样 为大家提供一个深深的别愿 提供一个良爽舒适的很厚时光 让每个人可以走进来 可以慢下来 可以放松下来 去发现身边的美好 去感生的美好 身边的美好 每个人可以在学社这样的平台 上面进行平等的对话 进行轻松的交流 每个人都有展现自我的机会 有分享心得的机会 每个人都可以 而且都值得 被探见 被读懂 被倾听 被珍惜 那从学社成立以后 我们一直在进行的各项活动当中 我也觉得这样的氛围是越来越猛了 真的很开心 所以呢也希望我们学生 能够为大家服务得更好 虽然盛夏炎热焦烊似火 但是依然可以有一份清清之地 清凉之地 这也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谢谢